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暴风雨天气仍在持续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 截至当天 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市及周边地区 约有35万用户遭遇断电 几乎达到该地区用户数量的一半 萨克拉门托市气象部门8号表示 萨克拉门托山谷部分地区 遭遇时速高达96.6公里的强风 大量树木和电线杆被吹倒引发断电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 新一轮强风暴天气将于9号来袭 萨克拉门托山路地区 11号降雨量获达150至300毫米 加州北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 已发布洪水预警 洛杉矶地区9号将迎来强降水 山路地区降雨量可能高达200毫米 西海岸10号可能出现巨浪 美国加州自去年12月以来 遭遇持续暴雨天气 截至目前已造成大量财产损失 以及多人遇难 美国媒体报道称 本次降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加州 长久以来的干旱 但由于当地设施储水能力 不足等原因 干旱问题仍然无法彻底解决 是